莫少 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小莫 莫少 萧淑 第二百九十二集 每次想到这儿 齐君都觉得自己亏大方了 明明是自己把宋燃接回来的 虽然说 造成的变成傻子的罪魁祸首是他 但是他也是照顾宋燃最久的人 一想到 自己没把宋燃治好 反而送到墨千行手里这么快就治好了 他就觉得很亏 但奈何 自己又说不了什么 他只能伸出自己的拳头 对准对面的墙狠狠敲下去 这事儿 要怪也怪不了别人 只怪他自己当初不够坚定 轻而易举就被别的女人迷惑了 虽然他现在也很爱薇薇安 但是当他知道 已经恢复正常人样子的宋燃 他就变得不那么坚定了 就在齐君摇摆不定时 薇薇安正穿着他的婚纱 走到齐君面前 你看这个颜色可以吗 我总觉得 这颜色不太适合那天礼堂的摆设 要不我再换一件 看到薇薇安欣喜若狂穿婚纱的样子 齐君就不忍心打破 他对婚礼美好的幻想 你穿什么都很美 不用去再婚那么多 你是男生 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可我是个女生 我婚礼那天 一定要穿世界上最漂亮的裙子 也一定要成为这世上最美的新娘 所以你就帮我看看嘛 咱们那天的主题是黄色花海 我觉得这性色有点太单调 你说我要不要换成一个粉红色呀 被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黄色的花海 配点浅绿色的仙女裙 就未尝不可 你觉得呢 在这之前 薇薇安一直在白色跟粉色之间纠结 其实跟黄色最大差别的颜色就是绿色 只要她穿一条浅绿色的仙女裙 一定是最特殊的那一个 薇薇安突然对着齐军的嘴上亲了一口 你这是太机智了 我怎么没想到 我现在就去换一条 真是爱死你了 你也要穿得好看一点哦 一会儿让我看看 你西装怎么样 合不合身 知道吗 好 一会儿就穿给你看 那你也快去改一改你的服装吧 别耽误了 明天送不过来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意思啊 赶紧说 你是不是想快点赶我走啊 我刚见你 没多长时间你就烦我 真的是 都说男人结婚前跟结婚后是两个样子 这还没结婚 你就开始嫌弃我了 我偏不走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这不是怕你的衣服出问题吗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我要是真的想赶你走 我早就这么说了 何必为你去选衣服的颜色呢 你要是这么敏感的话 我们以后可怎么办 毕竟未来的一生 可是又漫长 又枯燥 如果我们总是因为一点小事情 就吵架的话 那岂不是太不值得了吗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我知道你躲我呢 我这就去换 倒是你 一会儿可要呱呱换礼服 让我看看效果怎么样 听到这儿 齐君立马点了点头 生怕让薇薇安 看到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而她也内心很忐忑地 重新审视着自己 这婚礼 到底究竟能不能继续办下去 还是个问题 然而就在薇薇安 去选礼服的这一刻中 齐君还是按捺不住 自己思念宋远的思绪 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你能给我找几张 她最近的照片吗 我想看看 她最近过得怎么样 其实照片我已经找到了 就是怕你看见会难受 所以没给你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虽说墨千行还在轮椅上 但她的身体也在慢慢恢复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 而且从照片上来看 她跟宋人很恩爱 一听到这儿 齐君的整颗心都碎了 她每次都告诉自己 要努力去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她每当听到这儿 却还是难以置信 自己好像没有办法 真正接受这个事实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但她还是很淡定地说 给我发来吧 我就是想看看 她最近的生活情况 没有别的意思 就这样 助理按照齐君的要求 发来宋染这几天的生活账 从宋染笑着的样子来看 她能够感觉到 宋染这几天过得很开心 但是她自己又不得不说的是 她比在自己这儿 过的日子要开心得多 通过天脑屏幕上的 开心的笑容 她也慢慢地释然了 如果说 她真的是生活所迫 真的是上天 让她接受的事实 那么她也必须要去接受 毕竟 是自己选择放弃她的 而就在这时 微婉早就已经换好 自己的礼服 冲到房间里 当她看到齐君 正看着自己 恨之入骨的宋染时 那股愤怒 一下子冲到了胸口 原来你一直背着 我在看宋染的照片 原来你刚才 让我去换礼服 是为了给你机会 多看她一眼 齐君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原本以为 你会为了我放弃她 没想到 迟到婚礼的前一天 你依然没放下她 那你为什么 要答应跟我结婚 我只是想看一看 她最近过得怎么样 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真的早就已经 放弃她了 请你不要多想好吗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已经看到事实了 你在背着我看她的照片 你连我的裙子 都不敢多看 却在看别人的照片 你觉得你说这些 我会相信吗 齐君知道 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但她还是想挽回威威安 这是她现在最想做的事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